三驱三州 一卡贫困人口仍超过383万人 是我国脱皮攻坚最难啃的硬斧头 和必须攻克的最后堡垒 集中力量攻关 万种一新克南 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攻坚中之坚 克南中之难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空间的实施意见 中央二十多个部委相继出台四十多个文件 三驱三州所在的六个省区 也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瞄准突出问题和重点任务 集中发力 聚焦贫困群众饮水安全难题 从2016年到2020年 中央对三驱三州累计投资 一百八十九点四八亿元 中央专项补部资金四十九点零三亿元 解决了近两百八十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提升了一千两百一十九点一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 聚焦贫困群众的出行难题 中央大幅度提高三驱三州交通运输项目投资补助标准 近五年来 共投入约两千八百亿元 让三驱三州所有建制村的行路难问题 都得以有效解决 2017年底 国家发改委提出 对三驱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符合条件的建档利卡贫困人口 实行应搬进搬 优先安排搬迁建设任务 足额保障资金需求 三驱三州先后有110多万贫困群众 自愿搬出深山 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针对三驱三州一些深度贫困地区 妇女的生活现状 巾帼脱贫行动等一系列精准扶贫举措 让这些地区千千万万的贫困妇女走出家门 走上职场 开启了美好生活 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以前我们都没有建过什么工厂之类的 你给我长见识 知道这么多 原来世界可以这样 为彻底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财政先后为中西部地区 累计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1312亿元 其中为三驱三州投入高达302亿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2018年以来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40.6亿元 着力加强三驱三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 得以彻底解决 到2020年底 三驱三州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 贫困群众实现了一不千年的历史跨越 通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了小康社会 南康20日收莱雅 南康19日收莱雅 宁和远塚